不戴口罩还硬闯 男子一拳将保安两颗鸭打蛇 被判刑半年赔偿36万 综合媒体4月2号报道 北京一位27岁的男青年王某 到西城区某大厦上班时 因为戴口罩被大厦安保人员拦下 经安保人员反复劝说 王某还要强行上楼 在争执中 王某一拳将安保人员两颗门鸭打蛇 当天被打的安保人员到医院诊断 确定两颗门鸭折断只能拔除 后经法医鉴定 被告人王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致人轻伤二几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鉴于王某具有自首 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 认罪毁罪 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并试用缓刑 最终法院判决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缓刑一年